大二与朋友一起创办工作室 为全美街舞首位华人冠军杨文浩设计服装品牌 素人时期的肖战原来也活得这么精彩 他大学里的风雨学长 一米八三大高个尬嘎嘎半正 校园十家歌手的舞台上一首歌就迷倒了万千学妹 在同龄人还在纠结早中晚吃什么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未来已经有着清晰规划的肖战 开始为了梦想而奋斗 2012年财上大二的肖战 就已经和朋友成立了摄影工作室和设计工作室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那个时候的肖战就已经开始给 《这就是街舞》的人气选手杨文浩 做品牌设计和摄影后期 这可真算得上是梦幻联动了 设计作品获奖与百万粉丝的 PS大神微博呼观 大学时期的肖战事业搞得是风生水起 学业也丝毫没有耽误 在唱歌方面各种奖项各种称号是拿到手软 一是之间内卷达人肖战 成为了重庆工商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学校官网写满了夸赞他的彩虹屁 他的事迹还在同学间广为流传 明明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 人家是优秀学生代表 我是吃完一碗还嫌少 毕业后的肖战还是选择 进入自己老师的设计工作室 继续做一个苦命大工人 虽然每天被甲方爸爸被折磨到没脾气 他也丝毫没有怨言 2015年已经上班两年的肖战 因为偶然的机遇 被燃烧把少年的节目所发现 至此他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改变 从平凡人变成大明星 很多事情都变了 但唯一不改变的就是肖战对于居中对齐的执念 拍照要居中对齐 站位要居中对齐 就连拍庆余年时候关个门都要讲究居中对齐 把设计师的工作习惯刻进DNA 难怪他的粉丝们常说 如果当年肖战没有出道 或许现在的他也会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设计师呢